四儿拆迁界混不下去了是吗 想混艺术圈了 你看这蹭的哪都是 腿上床上 咱看这作品啊 点儿看不懂啊 抽象派啊 你是大师啊 四儿卡住了 法拉去帮忙了 僵持半天了啊 你不动我也不动 咱看这智商压制啊 四儿卡士奇挺聪明的呀 过来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道歉 因为我说了很多卡士奇的坏话 其实他们在家里也不是很能咬 也不是很能拆 所以呀你一定要养一只哦 一只不够两只两只不够五只 很久没有改善过生活了 压力呢依然存在 而且越来越大连到碗里了 快闪开呀我要开洞了 好久没吃过好的了 感到 哎现在有 哦好吧 我怎么要把 我要把这个店拆了 他居然告诉我打烊了 他想不想 我想不想混了 就是这个店等着啊 我去叫人去啊 全亮的金色高跟鞋和不规则的设计师 还正在设计的袜子 就是超大的镂空设计 哦他真的很专业 现在在我脚上还还开始设计 哇塞 坚持 我受不了 大家好 我是老外婆 从小呢 我的家里就特别的困难 我妈妈就告诉我 不要养哈士奇 然后我飞食不停 飞食不停 现在我很后悔 我们家高产设计师 又出新作品了 看这种不规则的镂空设计 简直了 Fashion的不得了 来我给大家试穿一下 对哦 这就是设计师 先把脚准备好 然后套上去 对 就是这样的Fashion 长山过来 哎哎哎 这边长来 那边和 今天说的话题 非常的Fashion International 国际化 看我们这个背套的设计 独特的剪裁 被子很透气 还有这种流苏的设计 那设计师是谁呢 带大家看一下 设计师法拉和他的 今天的愤怒的出身 真的很愤怒 因为我拿起我的厂子 怎么变成这样啊 是谁搞破坏 要了我的差 同学各种 拆先业务 拆不了赤柜 你拆不了上当 五直鞋 体的专业团队员 可以拆 小三的架 全能有的架 反正可以拆很多的 骗你失小狗 好了 你带的队伍越来越不专业了 咱桌子这个拆完了 咱说拆那个 然后拆那个 然后拆这个 桌子就平衡了 怎么就拆反了 跑偏了 怎么就跑偏了 赵四跑偏了 别拆了 一个刷锅小妹 干嘛呢 刷锅呢 三 真听不到啊 我叫你呢 你给我刷锅呢 不用你 我喝在口 妈在家 我喝在泡香 我喝在泡香 我心想怎么能够 喝到后面高了 我是女生 奇怪的女生 我是女生 你不懂女生 八十七破坏力五颗心 大家千万不要养啊 千万不要养 三别拆了 他听不到啊 治不了你了是吧 三别拆了 别拆了 我抽着差不多的 也有过得差不多的 一天时间 差不多的闲 我花着差不多的 前口味 差不多的闲 做人要差不多的 见 活在差不多的 边缘有的 差不多 都唱错了 每天早上是什么叫醒我起床 升到零吗 不是 是梦想吗 不是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啊 在我身上采来采去啊 早上我一说话 就全部上床 这有卖枣的 买点枣吧 枣多少钱啊 4块啊 挺便宜 找个大的尝一下 10块 4块啊 8、9、10、10 10块 对对对 这么贵 不买了 没有没有 早自换过 给你